哈喽,欢迎收听你不知道的中国职场朱莉的第一手观察,我是主持人朱莉 这个节目将分享许多中国大陆与台湾职场的小故事 并希望听众跟我都能在里头有些小启发 对未来在职场继续打拼的你有所收获 在单集简介也有台湾人在中国大陆 大陆人在台湾工作经验分享的表单,欢迎大家填写 第四季我们将维持来宾访谈模式 让听众们可以跟我们一起用更多元的视角 来看看中国大陆与台湾的职场生态与新法 上一集我们邀请了邱凯迪凯文和大家来分享 两岸美妆产业的一些小差异 让我们对这块领域有了新的认识 那今天呢我们将更深入的请凯文来分享 希望对大陆美妆产业感兴趣 正犹豫是否要勇敢地跨足到对岸的年轻人 提供一些经验的分享与建议 那就请凯文以专家的角度来聊聊他的观察 哈喽凯文 哈喽Julie大家好 你好 好那我们想要继续聊聊 就是从你的个人的工作经历的角落 因为其实在上一集有介绍到 你在大陆也有九年的工作经验 那你当时为什么会想要去大陆工作 哇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因缘忌讳的事情 因缘巧合 我本身其实是念法律的 然后但是我一直说 我其实是一个不务正业的法律人 就是念完了法律 但是又不想从事法律工作 我其实毕业刚回来台湾之后呢 我是先进了一家烟草公司 那我负责整个的法规沟通 会有公司愿意给我一个机会 来让我做这个品牌沟通或产品沟通 所以那时候我一直有这样的一个小纠结 就刚好在2011年的时候 我一个朋友他先到了北京工作 他在一家外商的公安公司 也是现在目前中国大陆 大概数一数的外商公安公司 回来就聊天 就说Kevin最近怎么样 我就说我最近在看 有没有不一样的机会 他就说那你要不要来北京 跟我们一起工作 我说但你们不是做这个 美妆保养品的吗 他说对啊 我们是做美妆保养品 但我一点经验都没有 然后他说 我们相信你可能有些潜力吧 你如果愿意的话 你就过来 我们一起工作这样子 那我心中就想了 你都这么勇敢愿意hire我 那我为什么不过去呢 坦白说那时候真的没有想太多 现在一回想 那时候真的是一个 很人生的不同的转类点 因为我在不同的东西上面 都做了很大的转换 我从银行业 然后跳到美妆业 然后我可能从这个企业方 在大陆我们可能讲甲方 我转到了代理商到乙方 然后更不用提这个环境的转变 从台北 然后又转到了北京 如果是到上海的话 相对来讲 可能同时性还稍微多一点点 但台北跟北京 真的是很大的一个 不一样的文化环境 但那时候就毅然 觉得这是一个应该把握住的机会 我就没有想太多 我其实就毅然 毅然搬到北京了 我都还记得那时候是12月 可能最冷的北京的一天 零下12度 我连羽绒服都没有 我就到了北京 开始九年的工作生涯 这样听上去除了 可能有点外部的姻缘机会 有一个机会摆在你面前 但实际上要做出这样的选择 也是非常的不容易 因为其实在一个新的城市 然后有一些文化的差异 也有产业上完全的不同 即便你自己对于 可能对用户的沟通 这一块是向往跟追求 但是你要真的要敢于 踏出这一步 其实我觉得是一个不容易的 做出的一个选择 现在想想觉得我很勇敢 所以当时为什么会 真的就毅然决然的 就觉得说我要去接受这个机会 我可能觉得那真的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然后那是我一直想做的事情 但我完全知道 如果我去在台湾的话 我肯定就还是在这些 可能科技业啦 银行业啦 一些高度规范的管制行业里面 做所谓的政府沟通或企业沟通 因为那毕竟是我在台湾累积的职能 但如果我今天可以把握住个机会 我好像其实帮我自己未来的质押 拓展了不同的东西 但我自己后来也觉得想想很有趣啦 我现在回顾过去大概20年的工作经验 我觉得我好像在做一个拼图的工作 拼图的这个主题叫做沟通 我的确很少认识有人跟我一样 做B2B的沟通 也做B2C的沟通 甚至也做B2G的沟通 就是to government 这三个沟通都做的 其实就真的比较少 大部分人可能会在某一个方面生耕 但对我来讲 好像每一件事情都还挺有意思的 那我觉得很有意思 当我做这件事情以后 好像我下一个职场的门 也跟着机会出来了 也跟着打开了 坦白说你问我是不是很有职场 或者是这个职业规划的人 其实坦白说我完全不是的 你如果在我30岁问我说 我40岁的时候我想做什么 我会跟你讲 我不知道 但我就持续做好 我现在能做的事情 那我觉得我也还蛮幸运的 老天在对的时间 总会给我一个蛮好的机会 那我就抓住他 刚刚你有提到说 你其实现在回顾自己的职业 其实一直在做沟通这件事情 只是沟通的面向不同 但是你是把它组合在一起 那你是在什么时候意识到这个点 可能在大学的时候吧 当然其实念法律系本身 它还是需要 毕竟着重的是一个逻辑跟表达 所以沟通当然还是重要的 第二个可能我也还蛮谢谢 那时候我参加的社团 那时候我是动物合唱团 那我觉得参加社团这件事情 无论是从唱合唱本身 你必须去倾听 你必须去达到一个和谐的一个状态 或者是说我那时候担任社团的干部 我也需要做很多的沟通 我开始发现 其实我好像可以做这件事情 我也还蛮喜欢做这件事情 我喜欢跟人交流 我喜欢跟不同人去聊天 因为我觉得每一个人 就像一本书或一个宝藏以外 一样 其实有很多有趣的东西 是你可以挖的 所以可能是因为这样奠定的 其实我觉得 那时候我刚念完法律 我回来的时候 我还是从事了一个 非常短暂的法律工作 那可能是在那个法律工作 我比较做的可能是契约的审约 对于人的沟通 那个时间点的确比较少 所以才让我有这样的动心情念 我是不是应该去转职 我可能去做沟通 去做公关 企业公关 Kevin我觉得你算是很早 去发现自己对哪一块 或者是某一个领域有兴趣 这件事情 因为不是所有人 能够那么早发现 因为大部分可能年轻人 刚毕业期都还是在 探索的一个过程 大家可能会换不同的工作 也许是不同领域 也许是相同领域 但其实大家可能都 不是那么的确定说 我到底要走哪条路 这件事情 但是其实你就是 抓住了一个主轴 然后围绕这个主轴下 那你会对于 这些不同的机会 你会有一个标准的判断 这个判断 至少是你以这个主轴 为出发点去判断 这个可能是不是你想要的 或者是你想要尝试的 相对而言 去大陆工作这件事情 即便当下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讲 它会有很多的风险 也会有很多的困难 但是这些东西 它的优先级 就不会在你当下的考量范围之内 对 我觉得你其实讲得非常好 真的 那时候真的没有想太多 只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就抓住它 而且我其实有一个比较 我有一个想法 就是我不太会后悔任何事情 因为我觉得你做的每一件事情 你付出的每一个时间跟努力 它都是会有回报的 不然看你怎么看这件事情而已 所以我从来没有觉得 我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 我做了一个对的决定 我只是让这个决定 变成是一个好的决定而已 我觉得大部分很多 像是我们的听众 包含会关注我们这个节目的 很多的朋友们 他们其实会想要去听我们这个节目 其实有很大的原因 是他们很多人会在犹豫 或者是在纠结说 我现在可能我感兴趣的产业 或者是我想要踏足的领域 我要不要去大陆发展呢 或者是我要不要再去大陆看一些机会呢 台湾的机会到底足不足以 让我有这样子的养分 让我去成长呢 其实大家很多人都在判断 跟评估这件事情 所以可能会希望透过我们的节目 去获取一些更多 关于大陆职场的资讯 我如果从你的角度上面来看 你觉得对于这些年轻人 他们在去做这样子的 可能判断跟犹豫的时候 你会有怎样子的建议 或者是视角让他们觉得便于他们更好的 来去厘清自己的想法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 我觉得可能每个人生阶段 会有自己每个不同的人阶段 觉得重要的事情 那我觉得你必须要先了解这件事情 比如说以我自己来讲 我觉得2020年之所以会毅然毅然 就又搬回了台湾 当然主要可能是因为疫情 那也觉得说我母亲其实年纪也比较大了 对我来讲好像这个life priority 是可能可以更好的support我的家庭 我觉得这件事情相对来讲 对我比较重要的 那我可能在这样的一个思考下 我就决定回来了 不然很坦白说我在2020年之前 其实从来没有想过 我在退休前可能会有机会 再回到台湾来工作 但我如果我要对现在有动心起念 想要去大陆发展的 我觉得或多或少可能是 我们是讲说20岁到30岁这群人好了 其实我是还蛮鼓励的 因为台湾毕竟市场的规模是有限的 有很多的资源 我有很多的事情 你其实是必须要一定的市场规模 你才有办法去做的尝试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 我倒是还蛮鼓励的 只是你可能就要必须做好心理建设 这个倒是蛮重要的 归纳起来 我可能觉得朋友常问我说 我如果去大陆工作 我需要做好什么准备 我的这个心理素质 或者是我整个心理准备 心理建设要做到多少我才能去做 这样子 那我自己有归纳出来三件事情 CEO CEO我觉得是什么 Curiosity 好奇心 然后E我觉得是EQ 然后O我觉得是你要Open-Minded 你要抱着一个开阔的心态 怎么说这件三件事情呢 第一个Curiosity 因为文化很不一样 尤其你在做广告 你在做公关 你必须要深刻了解消费者在想什么 他们喜欢什么 而他们在想什么跟喜欢什么 跟你的文化环境是有非常大的关系的 我讲一个很好玩的笑话 那时候我2011年去北京的时候 我真的是什么都不懂的 他还都知道 那时候当然台湾明星 有些大陆人还是非常喜欢的 但对于大陆本地的明星 我其实非常陌生的 那时候我们在做一些品牌 新品的时候我们团队就在讨论 我带着团队讨论说 我们现在要找什么新的代言人 来做我们的商场活动 大家列出了一堆名字 我一个都不认识 然后其中一个说 这个我认识文章 是以前这个在台湾有出过片的歌手 他说不是 这个是我们大陆的一线小生 我说好 I'm sorry 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 其实我做了一件事情 我每天下班回家就看电视 我花了非常多时间在看电视 看现在最流行的剧 看现在最流行的综艺节目 去认识这些明星 去认识这些网红 去知道现在大家都在讨论一些什么 我觉得有好奇心 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第二个 一我觉得讲的是 你对于人际关系 你要有很好的EQ 因为大陆真的是地大物博 你的同事可能来自于各个地方 甚至那时候我们在外籍 也有国外来的同事 所以你必须要把自己的心胸放得很开阔 你必须要很好的EQ 因为每一个人你所采取的沟通方式 或许都不太一样 每一个人成长背景真的也都不太一样 相对讲你可能要给他们更多的空间 那时候或许是我才刚成为一个出街的管理人 那尤其是刚到北京 我对自己的感觉 我必须要有所表现 所以我可能对于团队的管理 我会抓得比较紧一点点 那团队就开始有一些抗争了 因为他们可能觉得我需要更多的空间 所以真的每一个人要的东西都不一样 你必须有很好的EQ去面对这件事情 那欧最后我觉得是要有一个比较开阔的心胸 很多台湾人后来去了北京可能很多不习惯 因为他们老是会觉得说 在台湾很方便啦 你看便利商店啊 这么多出去可以买到东西 台湾空气很好啦 然后那时候北京很多沙尘包啊 雾霾等等 对我来讲就是不要比较 就像是你交了新的男朋友女朋友 你不要跟旧的男朋友女朋友比较一样 这个比较对我来讲是没有意义的 你反而失去了一个很好重新认识这个人 或这个环境的一个机会 所以当你如果真的依然觉得要搬到北京也好 上海也好 或任何一个地方也好 我觉得你应该把自己归零 你把自己归零好好去体会到 这个城市它到底有什么你可以学习的地方 到底有什么美好的地方 没有一个城市是完美的 但存乎你自己怎么去看这件事情 我觉得Kevin总结的很好 就是你用CEO 我觉得更多是心态面 我觉得可能不仅仅是大陆 即便你可能去国外的任何一个城市 你去想要去工作 或是想要去开一些新的机会 可能都需要用这样子的心态 去面对未来的挑战 就像你说的 不会有一个地方是完美的 真的 也不会有一个地方 跟你的想象和预期一定是一模一样 一定会有非常多的落差 但是就是看当你遇到这些 可能跟你以往的生活不一样的刺激的时候 你怎么去面对它和怎么去看待它 没错 而且我觉得其实也不一定是环境 工作也是一样 公司也是一样 我觉得没有什么是完美的公司 只有这公司是不是适合你 跟你到底想要从这个公司里面去学习到什么 成长到什么 我觉得如果你可以抓住这个东西的话 我觉得你会更开心 非常谢谢Kevin的分享 因为我觉得从自己的个人的 职业的一个经验 来去从他可能在大陆工作 和在现在也会来台湾工作里面 然后给现在想要去大陆工作的年轻人 一些可能在心态面的 我觉得是有更多的一些底气说 当你真的想要面对 面临这样子的选择的时候 你要做好怎样子的准备 那这个准备可能无关于专业知识 可能不一定是你的一些偏硬件类的东西 然后更多的是回到你的心态 跟你可能面临未来的挑战 或困难的时候 你要用怎么样子的状态 可能解读它或者是去看待它 你现在再去选择我要不要去大陆发展 还是我在待在台湾发展 可能它就不会是成为说 你去选择跟判断的一个基准点 更多是回到在现阶段追求的东西到底是什么 当你很明确想要追求的那个方向 也许台湾很适合 也许大陆更适合 那你只要去把这个东西明确下来之后 那其他的东西 就是你自己在去追求你想要的东西的 那个过程里面 不断不断的去调整你自己的心态 然后去收获可能在不一样的旅程当中 或质押当中 你可以去收获的东西 真的 我觉得不要去害怕尝试新的东西 或去迎接一个新的挑战 我觉得改变本身是不可怕的 我觉得可怕的是害怕改变这件事情 所以让自己保持一个比较敞开的心胸 因为就像你刚才讲的 当然专业知识是很重要的 但在这个知识爆炸的时代 你什么叫做你已经掌握了好的知识了 其实很难的 只要你愿意保持一个好奇心 只要你愿意花时间去pick up 坦白说我觉得知识不是一个太大的问题 我那时候又从北京本来做美妆时尚 后来我去做科学仪器 又完全是不同的 那时候我们讲基因检测仪 讲pm 2.5的检测 我完全不同 什么光谱仪啊 质谱仪 完全不懂 也是从零开始 因为我觉得 我不懂的才是有趣的东西嘛 我觉得困难的东西才要去做 因为表示你是不熟的 当你会了以后 这些事情就变简单了 所以这是我自己的一个信念吧 非常感谢今天凯文的分享 我觉得对于很多年轻人可能在心态面 我觉得你的个人经历 可以给他们很多的一个参考吧 希望希望 好那我们再次感谢来宾 邱凯迪凯文 接受我们的访问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Julie 谢谢 希望你们喜欢这个形式 第四集第二集 想进内地美妆业 美美佼佼在这里 就到这里告一段落了 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 欢迎给我五颗心 并追踪我的节目 我是Julie 我们下次见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